第二个问题是 师父在白话佛法中提到 万法同时 并指出所有的法都是同时来的 那么万法是如何同时来的 恭请师父开示 你讲话的声音有点颤抖 有一点紧张 万法那是这么来的 那不是正能量 以后好好练练 万法 告诉你了 这个法是指的法界 听得懂吗 法门只不过是学佛的一个方法而已 所以这个世界学佛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法门 有八万四千法门 对不对啊 所以很多法门还没有出现 它在不同的时期 它出现不同的法门 这就是道理 所以什么叫万法 就是说所有的法门其实都在人间 想一想 我们很多的方法 办法 再加上我们学的佛法 用什么样的方法 还有有些人跟什么样的法门有缘 跟什么样的法门 跟什么样的法门无缘 这些都是法 包括我们今天学佛有这么个会 大家能够法会坐在一起 它也是一个法 听得懂吗 所以是不是你一边在看书这个法 一边在听法会这个法 再加上你跟朋友的共修也是一个法 是不是这些法一起来了 是 好嘞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阿尔兰共修主全体同修 恳请师父保重身体 师父法体安康 久住世间是众生之福 万明之幸 阿尔兰共修主全体同修 向恩师保证 一定努力做好观世音菩萨妈妈的牵手牵眼 绝不辜负恩师的嘱托 把弘法度人当做首要任务 为恩师分忧 对得起菩萨妈妈 不枉费我们自己的会命 我们阿尔兰共修主 一定尽最大的努力度人 争取恩师早日 历临举办法会 广度有缘 有恩师的慈悲垂顾 这个日子一定会很快到来 再次感恩师父 谢谢 感恩大家 好孩子 你看看师父有多少地方要去啊 所以我多希望你们以够修了好了 跟着师父到全世界去弘法 多好啊 nov师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